微博热搜 黄紫椒坦然坦诚欣赵老 张岚居然居然家 今天是个扬眉吐气的日子 这个老太太 我觉得她内心里面 一定也是有一顾的怨气 所以今天她才会讲说 扬眉吐气了呀我们家 这件事情 不是在台湾非常火热 刚刚讲的微博热搜 第一名黄紫椒抱 什么吸毒 第二个是黄紫椒坦然坦诚欣赵老 然后今天张岚 张岚居然居然家 台湾很讨厌张岚 她就跟你讲 今天是个扬眉吐气的日子 我跟你讲 这个所以就是渊渊相报 或者说这个不是不报 是时候未到 你知道很多事情就是 你埋下那个阴 你最后一定会得到那个果 是这个样子 好 大S的那时候再婚嘛 汪小飞从这个北京 一路闹闹闹闹闹到台湾来 当时其实汪小飞 曾经在酒醉的时候 有贴一个微博 那时候很震惊 他说其实大S是走不出家门的 大S就是说 类似什么有吃药之类 这样子讲得很不堪 那时候大会觉得说 汪小飞真的不用这样落井 下石 那时候他为了生这个孩子 不知道第二胎 差点生不下来雪崩之类的 我们都是同情弱者 觉得说大家包括张岚 汪小飞你们都这样在欺负大S 好不容易结个婚 你这个离婚的事情 你的不干不尽 这个钱不付 那个钱不付 你们还指他了这么多的私德 什么之类的 大家怎么说是你先劈腿的 对 好所以那时候张岚说什么 汪小飞说什么 只要是他们讲大S不是的 在台湾方面都会觉得说 你们就是在落井下石 你们就是看不得他现在幸福 但是今天事情不一样了 因为是黄紫娇 我们不知道他是酒醉 还是吃了什么药之后 入那三乱的录影 可是人 其实他那个当下 可能是有一走了之的一个打算 他会录这些话 表示说当中还有些可信度在里面 至少很多的观众是会这样想 好 这一下子又让大小S 其实你又要整个 Takamore修很久了 当然这个样子一爆开之后 张岚觉得说 那我成员得选 那王小飞 然后没吐气 王小飞觉得说 你们以前认为说 我酒队发酒疯 可是你们现在 终于相信说 我说的是一些人话了 对不对 所以张岚 我们不要说他蹭大一直 他们卖的 他们家的直播 上面卖了这么一大堆 但是这个老太太 在那边声嘶力竭喊叫的同时 我觉得他内心里面 一定也是有一顾的怨气 所以今天他才会讲说 扬眉吐气了呀 我们家 而且玉凤 刚才讲 今天魏夫都出来了 如果说当时那个小女生 十七岁或者是 那真的现在有刑事的问题吗 现在在网路上面 有一些律师讲说 那时候儿少法还没有出来 所以他可能可以躲过 但是其实我跑新闻的时候 在你儿少法 但是这个名称出来之前 其实有相关的法条是可以处理的 为什么要用儿少法 这个特定的名字 那就是要把所有的要件 先把一次补齐 然后加重刑责 所以你不管儿少法 什么时候出来 你只要当时候你犯案的时候 因为现在这个黄子霄 如果真的确认他犯案的时候 那时候对方只有十七岁的话 那肯定 可不是已经过了追溯期了吗 这个东西没有那么简单 这个东西的话 我觉得如果检方要办的话 那个地方又是中检 因为他是在台中的那个mall那边 中检 对又是中检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只要检方要办 那一定办得下去 然后现在来讲 我觉得检方不敢不办 所以你现在烧成这么大 然后人家也是据名检举的 其实全台都知道的情况之下 恐怕没有办法装聋作养 我今天看到了以后 我就马上就飞过来了 你们够热闹的啊 对呀 我们热闹一天了 金汤燃脚 不是黄神的焦啊 你这上火了吗这孩 对 有点啊 多喝水啊 多喝水 别上火啊 然后我们战蓝团队 多喝水啊 你这个别上火 嗯 嗯 哎 哈哈哈哈 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今天就这个光这一个 我们今天好作品都没没 没有货了 是的 都没货了 我今天看到了以后 我就马上就飞过来了 真的 哦 不说这个了 不说啊 不说不提 嗯 你们够热闹的啊 对呀 我们热闹一天了 对 我们热闹一天了 天天的喜气 好爱心的我 看出年年的喜气 金汤燃脚 不是黄什么焦啊 加油 你这上火了吗这孩 对 有点啊 吃点吃点那个病 吃点对对对对 买一项B22 你这个别上火啊 别上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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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们战蓝团队 放心吧啊 我在这儿陪他 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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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喝水啊 你这个别上火啊 别上火啊 嗯 嗯 别吃那个什么 吃点对对对 吃那个BB22 嗯 买一项B22 给他吃啊 人生就是这样的 没可能 没想到今天就到这儿了 今天就 就跑到这儿了 哈哈哈 人呐就好好的活着 你看这个世界多精彩 生活多美好啊 对吧 生活这么美好 永远抱有美好的希望 来 加油努力 只要你付出 你加油 你努力 都有好的回报 来 点赞点关注 小飞哥 点给小飞哥 哟小飞哥里面多少人了 十二万 哇 你们真的都没有犯过错吗 你们都 没有秘密不想被人家知道 就像我 我其实 爬掉了很多 拜托那些相公点火的 微观的 邏輯Sax 可避呢 你们真的都没有犯过错吗 你们都 没有秘密不想被人家知道 就像我前路长那次 你们都不知道吧 就像我 我其实 爬掉了很多 为了上台好看 都要带法片 假法 我也没有在避讳啦 只是觉得也很累 真的 人生好难 我也想要留脱子 脱子头就上去 这是遗传嘛 DNA 不可能啊 就对我爱的人 更活爱的人 说抱歉 谢谢你们的信任 你没有觉得很享受 这一次七九八十 三不六 唉 很棒 表情你们都是坦荡荡的 除了抱歉 还是抱歉 对不起 但 也来不及了 老婆 总之 我只是要说 请大家帮我照顾 所有我想照顾的人 可能我还年轻 还有很多路可以走 可以从事难过 这么好的人 请大家多多关注 多多帮忙 女儿也是 我要跟耿荡说 我没有一天不爱你 我要跟女儿说 对不起 你还小 我也记得有这个父亲也蛮好 可能会记不怕 我从以前就没有想生小孩 所以这一刻 唉 矛盾 如果没有玉米 我可能会更 点点点 可是 心中又多了一些 遗憾 但我也可以跟 过去这几年来 信任我 支持我 给我工作 给我很多舞台 给我很多很多 祝福的人说 我绝对是有改过自信的人 你们放心 早期那个我真的是 王八蛋 可是早期那个我也是身边 很多王八蛋 带我走到现在 因为我们都有秘密 谁没有秘密 大多数的人都有 看你要不要讲 要不要放下 要不要Let it go 努力活得活出自己 但现在好像就是一个 没有秘密的状态 大家都不太愿意 把秘密永远的自己去疗伤 OK 很棒 但你们在落井下石啊 隔岸关火的时候 也要想想 难道你都没有秘密吗 像我看到前几天 他老师在讲 哇 这一波会两年多 我就在想 所以你都没有秘密 我现在讲的不是me too 有没有伤害过别人的秘密 也是 也是大家普世价值不认同的 就像我讲 像得那个爱情的国际观念 也影响我很深啊 然后最后这几年 在这些年 他的大哥 什么事情都可以 说成他想要的 这样对吗 这样对吗 我不知道欸 你们觉得对吗 没事情中想入围 你就要在那里 XX屋 好像脚都给你酸 烦不烦 我是懒得灰醉 但你说 我心里在不在意 在意啊 怎么样 我们主持的很难吗 好烦喔 总之 我只是要说 请大家帮我照顾 所有我想照顾的人 除了抱歉 还是抱歉 对不起 但 也来不及了哈 老婆 我这辈子啊 为什么还会遇见你 如果没有遇见你出现 唉